气象时间封面就要靠近了 下雨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多了 会怎么样呢 交给萱桐 好 谢谢佳琪 水气越来越多 但今天主要的降雨 还是以热力作用发展为主 所以气象鼠持续地发布了大雨特报 针对整个桃云以北 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 以及全台湾各地的山区都是 其中过去一个小时 在宜兰呢 十雨量又来到20毫米以上 再来大家也关心 这个台风有没有可能会发展而成 确实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最快就可能生成 今年的第二号台风马利斯 它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海南岛的东侧 但是因为它距离陆地非常的近 不排除可能在明天 就会靠近到广东这一带 所以靠近了陆地之后 强度就会减弱 而接着会并入到封面的尾端 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影响我们台湾地区的天气 我们再来要看到的是降雨部分 你可以注意到今天的降雨 主要是热力作用发展 所以到晚上就会逐渐的趋缓 而在礼拜六的时候 封面开始要通过了 所以在部分地区会出现较大的雨势 而到了礼拜日 是主要影响的时间点 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东北部地区 都会有大范围的大雨 或者是好雨 直到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封面才会来到巴士海峡这一带 降雨会趋缓 甚至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降雨会更少 而且时段比较偏向在午后 最后大家看到的是温度部分 你可以看到从明年开始 因为封面要通过了 所以温度会开始下降 尤其在礼拜六 一直到礼拜二三之前 北台湾感受上是比较明显的 不排除在早上的时候 温度会来到一字头 最后要特别提醒的是 金马地区 明天容易起雾 加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